增定有关原住民身份的候选得将选与公报证件 亦为一种原住民语言书写符号 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尊重 因为宪法保障关于原住民的语言及文化 但是我想我们也要请大院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就选办法第47到这一点 关于证件内容的审查还有字数的计算 这个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可能是要考量一下 因为我想刚刚古拉斯委员也提到说 原住民其实有42种虽然单一书写系统 42种方言 那这个就选委会的话要去了解说 这些证件的内容的本身 是不是符合我们选办法上第55条的规定 这个我想选委会大概缺乏这种人员 这种专长去做 所以我觉得技术上可能需要在条文里面 做适当的安排 让那个就是这个文化拼运的政策 可以登入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想我们是需要做讨论 那字数的计算 因为现在的条文是讲600字 那600字怎么算 就是两种文字的并列的算600字 还是都600字 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需要再来讨论 我想这个等待委员会的这个订案 第三 第三关于原住民地方委员就职后 因故初缺的时候 其缺我有落选人得 以得票数的高低顺序地补 那关于这个修法的这个规定 原则上我们是乐观其成 但是关于这个补食的方式 我们认为还是有考虑的一个必要的是说 因为刚刚顾委员提到说 地方民意代表的这个不是 因为地方民意代表他的地补 他有一个条件就是 他的当选无效 有他的这个不同的原因的 那当选无效这个原因是因为 在过去在立法的时候认为 就是说他是因为用不正当的这个手法当选 所以无效那就用地补 那其他的原因造成缺额 是不是就地补呢 这个可能是需要再去考量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补的那个 过去地补的那个法条本身 他已经固定有一个逻辑在那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逻辑一致 这个是需要考量的 那当然在地补的时候是 他的行政成本会低的很多啦 那但是如果是补选的话 我想他是经过一次民意的考验 也许他的正当性会更高 这个不过这个我们也尊重大院的决定 至于关于这个修正罢免法相关的这个规定 我想我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已经提出我们关于这个部分的这个调文的修正草案给到内政委员会来 我想内政委员会有经过讨论 只是这个部分并没有完成 所以现在在我们再把这个提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只是把附件这个部分 供各位委员参考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需要修订的地方 我想我们也会再更新 那关于现有的这个委员的提案里面 说要适度的调降罢免案的提议人数及联署人数 让罢免案亦于成案有利人民行使罢免案的这个罢免权的行使 这一点我们当然尊重 那不过是不是数种调降的这个措施都要一起办理呢 这个我们希望能够请这个委员会来再斟酌 因为调降提议人数跟联署人数的这个方向 我们觉得是比较可行的 不过这个地方我也要提醒 就是说我们的比方说我们最小的这个选举区 这个村里长的这个选举 那很多地方的那个很多村里 其他的人数其实是不到1000人 那很硬性的规定百分比是不是一个适当的做法 这个也可以列入考量 那关于这个其他的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说因为他必然会增加那个行政成本 那是不是要同时都调整 这个也请这个大家考量 因为我们我们一再提到那个成本的 这个选举的成本的问题 因为选举是一个昂贵的这个政治措施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凡是要用到人民的这个纳税钱 我们都觉得这个需要某种标准 第二个是关于删除罢免投票结果 投票人数不足原选区 就是双二一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部分什么是合理的门槛 这个我们并没有定见 但是我们请那个大院在这一点上就尽量斟酌 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门槛的话 那他这个可能是很基本的违反这个民主政治里面 多数决的这个原则 那哪一种情意下是比较合适的这个门槛 我想这个我们也尊重大院的这个决定 至于另外这个 增定选务机关应于先告办案成立后 举办公办说明会 那这个部分我们的建议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定会印发那个公报 那公报上可以有双方提出完整的一个说明 公报是在宣传的过程里面 唯一我们可以确保资讯 送达到每一个家户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能是最适合让 不管是提出案子的人 或是辩护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理由说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觉得 这个由官方来办理这个说明会 并不是很适宜 那这是我们关于这几个提案的一个说明 谢谢 好 那个谢谢刘主委 接下来徐国用委员的提案说明三分钟 主席 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对于本席所提出的这个修正案 那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 主权如果由政府来行使 那大概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当然考试监察是我们的五权宪法 不过我认为要废掉 这是另外一个提案的话 但是如果在人民 主权的行使 那就是选举罢免创之复决 可是显然的 我们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尤其昨天更出现了一个不公平 这个我们认为是违宪 就是昨天有割栏尾的这些学生 收到了中选会 寄给他的说六十万元的罚款 那罚款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罢免做了宣传 可是罢免不能宣传吗 我们的宪法有规定罢免不能宣传吗 如果选举可以宣传 为什么罢免不能宣传 选举罢免是互相制衡 相当重要对等的权利 一个权利可以宣传 另外一个权利不能宣传